接下來我們是不是請底下的今天到台語當中來 一定要有你們講話,我講完答案 不過我們先講一下 我看時間,這邊介紹12點,我們12點之前要結束 所以還有放了多小時 那麼沒關係,一個人5分鐘,控制一下好不好 這個讓大家都可以講 大家先自我介紹一下 我選委,我們頭前的主持人是在臉部好 我是一個小市民,我是覺得我看這個資料 我在想說以前我們高雄市這個里長 有一個10萬塊的那種 那種就是時暴時消 那廢調以後,像我看到這個 現在還增加10萬塊 所以比20萬,是不是因為沒有價 還要再增加10萬塊 我們就要了解,當時是怎麼 里長的10萬塊的配合法 是怎麼當時要廢掉 現在是怎麼平常要再增加10萬塊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剛才那個委員有在說 說這個1千2百萬的這個 這個工程的配合法 我是認為說我們市議員現在都總共有66位 那66位都像委員這樣 別說1千2百萬,你還有12個我們就市議員 都放心 但是是不是這66位議員都像委員說 這樣穿上去,做事情這樣 這樣明標這樣就二不得了 現在大家都在對這個豆腐渣工程 萬對議員如果說 有100位議員如果說這個工程 開了館去做這個工程 那做了,如果像現在說南道館的豆腐渣工程 上去,上去感動那個工程 沒有人去感動 這樣說你這個議員會去感動自己去 照表的這個工程也不可能 那不是,你也沒有時間讓人去看 結果反對這個工程出問題的時候 這個責任三位負責 這是第二點 第三點我是覺得 應該要匯匯回去齁 市議員跟人去感動市政 然後市政本來本來就有局處 有這個工務,叫做什麼 一些這些相關的局處齁 議員的立場跟他的責任就是要去感動市政 他的市政做好處 所以我是覺得 我應該會回歸到 那種正常的市政的運作 我們議員就是站在 民眾委託我們 來監督市政的工作 不要整個都人做的 今天台灣很亂的就是 有當時的工家機關跟民意代表 有當時的民意代表都不簽 所以我就覺得這個銅電配合 那樣喔,不是加尾條就是沒你比較減的 剛才主持人說沒你兩百萬三百萬這樣 你還說有真的有寄廟的,說有基礦性的工作是怎樣 我覺得議員去找寺夫,對不對如果關心你的選屋裡面 應該去找寺夫相關的單位說,你這個地方你要看處理好 那不是這樣,如果沒有以前你在議會 當然有時候都會去做秀啦,我看得很清楚 我常常也有時候去找議會去看,像早期有一個小行的議員 結果,那個寺夫的官員,給他妹妹十分鐘後 他都會在寺夫後邊,日本料理店都會在那裡撒起來 所以我是覺得說,議員真的有關心我們自己的選屋 建設中間,其實如果你有關心,我會說 只要去對這個寺夫,都有得到改善 這是我一個小小小的官員,謝謝 謝謝,謝謝 謝謝,謝謝 大家好,我是市政黨社會委員會,那吳議員是今天能夠來我們非常敬佩的議員,不過就這個配合版的部分大家就是問詞 我就從數據上來看,從市政府所公佈的那些數據,一到六月份議員配合款的執行部分,那我把它抓下來統計的結果發現一個問題,就是執行的建議款最多的其實是教育預算,那目前一到六月所公佈出來的教育局的預算是兩億五千多萬 那教育局的預算裡面,它一年才不過四百三十二億,扣除掉八成五的那個人事費用,剩下六十四億,再扣除掉一些重大建設,興概銷售什麼的 其實教育局能夠用的預算已經很少很少,可是一到六月就用掉兩億五千八百多萬 那如果按照推論的話,下半年度也是一樣的話,那不得了,用掉五億多,那個非常非常的離譜啦 那議員建議款裡面,我大概觀察了一下,有很多是那個工程建設,水溝蓋的建設啦,那個什麼圍牆建設啦 那是教育局本身的那個業務要去做的,可是它變成議員在建議在執行,這個非常非常的詭異 非常詭異,那跳過來,再加上那個警察局有一億一千多萬,等於說加起來差不多有三億多 如果上下人度加起來的話,七億,也就是說議員的建議款裡面差不多有七成,八億多 七億多是用在教育跟警政系統裡面的,那這個部分就很奇怪了,那議員所冠軍的層面是很多的 那我知道可能是因為教育跟警政是一個最弱勢的單位啦,最需要議員的支持,或許是這樣子 但是最重要的我想解釋,想了解說,那教育局還需要做事情嗎? 教育局能夠用的預算已經非常非常少了,那應該有統籌去處理的一個大規劃,學校的需求是什麼? 不應該像現在學校講的一樣,學校有很多建設需要編預算,今年度要編出明年的預算,那現在都不用編了 因為那跟教育局講說,我們需要什麼預算,需要做什麼東西,沒有錢,你就跟議員講就好 我想吳議員的應該也了解說,這是一個現實的事實啦,教育局沒有錢,跟議員講 甚至還有更糟糕的,像剛才那個鄭老師所提的,那個有關議員到學校來建立一些款項的部分 其實我在十幾年前在高雄縣的時候就聽過原來高雄縣的一個,我一個好朋友當個校長 他非常苦惱,他說有人來跟他講,有二十萬的書你要不要?那當然要,他是窮鄉屁啦,二十萬好多 但是你不能建議書,你只要簽名,書我就送來了 他非常非常掙扎,掙扎了好久一個多月,還是簽了,因為我還是需要書啦,為了孩子我忍了啦 雖然滅的良心我還是簽了,但是這個事實現在還存在,現在還存在 因為我還聽說有學校目前還是這樣子,那這些地端將來如何去處理? 那目前的整個議員的建立款的執行面,是不是真正我所需要的? 這個部分可能,就我們自己的看法,這個可以檢討的部分非常大,最好是不要 好,謝謝 好,謝謝,林老師,剛剛講的重點可能就是 議員的整個在市府公佈的一到六月的議員建議的執行那些 歸納起來也可以看到,你認為大概不一定是全部都急需要的 那但是他可能,因為那些東西可能都是可以事先提議算 那結果不事先提議算,那因為教育局沒錢,所以到最後就變得是去找議員 就產生這樣的一個執行下來出來,這是一個 那另外,你是不是再讓一個我們在底下做委員,還有沒有? 底下還有沒有要簽提你? 那應該是…我請問這個委員,已經有書好了 因為剛才我們劉力力有說,剛剛是我們立場說這個 這個高高努環的部份,要跟我們現在有稍微跳過 就是說議員配合環的部份,是不是有列入預算 列入之後 議員先在寒寒 這部份跟我們都聽過了 都好像是 列入之後 議員都沒有在寒 別人跟議員的計劇 大家都沒有在寒 這部份是不是 列入就是都沒有在寒 如果是這樣 我覺得是 議員完全最有資質 我們選一個市長 選一個議員 這部份就是 市長要去執行預算 議員問題 議員要去寒寒 這個計劇是 這部份的預算其實沒有寒寒 這部份我覺得 這個地方可能是真的想 不過這所在 像我講講的 理事長都講的 鄭老師講的 議員這部份都沒有說 到底是有 有去審查這部份的議員 寒寒寒寒寒 這部份是 議員是實際上的情形 有去寒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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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寒� 或是最愛市民的這些管理的保護 這個是補儀安定的 我們確認一下市民有在討論 我每次都是這個議員 謝謝余律師 我先給你分析 這個不列入預算法 這個沒有列入預算法 市府也是這麼講 你也這麼講 因為他們沒有可以去執行預算的規定 所以在預算法例來講 有的列入 事實上是會散佈在一些相關單位 相關單位會去保留 一個的墨記 墨記會去保留每個議員有一千兩百萬 所以我聽到包括巨公所也是一樣 不只是教育局 巨公所也是一樣 他在這方面執行的預算他就被限縮 限縮的時候他如果要跟他翻譯說什麼工程的時候 他都說沒錢 他就是議員有一千兩百萬 所以他這個是不列入預算的 他只是剛才我議員已經也提到 他只是列入到一個所謂的議員建議 然後比如說是教育局 建議跟教育局建議 教育局就要去從一個 比如說公開招標 因為都是十萬塊以上 教育局就要審核 然後做一個公開招標 他回到一個流程裡面來 也就是說他教育局自己在編預算的時候 他可能就要去考慮到這一部分 考慮到這一部分 但是那個不會寫是議員的預算 是教育局他有一些 他自己本來就有些科目在執行 那也許他會考慮到議員可能在小型工程館上面的需求 他會在某一個預算上去把它擴大 保留 這樣意思幹嘛 但是他不會公開講 這是為議員保留的公開預算 這個大概他有情況之下 等一下可能那個 至於議員有沒有辦法 有能力去監督他自己 這一個議員的配合館這個部分 那等一下再請委員去回答 好 還有沒有其他的要先問 沒有 那我們是不是先這樣 委員 等一下 鄭老師也可以做一個回答 我剛才沒想到 老婆 第一個 我先剛才說這樣 說得到 余律師 所以 編預算 我有回答他不是像第一次那個 第二個預備金 五名列車 關鍵 事實上 我有問過主計署 主計署都故意人 都會客人 我都正說 他們變成按照原來的程序 就是你快進什麼 那比例跟他們過去是一樣的 我們建議的話 也是在他們 反而就是他們預算上面去支用 敲口額度 他沒有就沒有了 譬如要建議 你說很多人還要說 我家裡 我在底下裡的什麼 要監視器 那就額度用了 因警察局本身的額度用了 就你免他來定義 所以說 基本上我們認知 它的總預算裡面是沒有 因為這樣而產生排擠 我先說這個帳面上的 等於說比例原則 像剛才X社會新深入的研究 第二 教育局430幾億 它的扣教人事費存在14億 如果說它是佔5億或6億 那也是10% 就是它真的可以運用的部分 我說的 外國這個10億萬以前 我第一次做的議員是 在學校小學 可以用的 除了固定的支出 到什麼資本的80萬 一間學校的 我就在80萬 你要用新來 你要收拼送 80萬 這樣 到第二次存20萬 第三次 到第二次之後 月期存30萬 沒有配合款的時候 存30萬 現在學校他們會說 我是說這不是開一次而已 我希望還要擴大三億 要輸這好 公開好 再去問那些警察局 醫長 或者是派出所主管 或者是校長 總務 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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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現在問那些 像你說 本身角色 人都是這樣 也有信善 信惡 也有天才 你告訴你 也有毛皮 陰柴的也有 你說有的家長 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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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有學校的 也有素人的 學長 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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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個 他比例是不符原則 等我前提說的 如果不合法 如果大家 市民都不同意 就沒有辦法 假設沒有違法 市民也 經過大家的公開 在辯論 在討論 在質疑 在說明 在改制度 如果大家還不能制度 會掉 等於這個程序就是 所以我們大家要去認識這個整個 事實上的內容 跟過於過程 這個不一樣 這個是不是 可以檢驗嘛 以前有人檢驗 外面有人檢查 你不知道到底有沒有實用 有沒有人監督啊 所以說我要公開是最基本的 政府的市 每個人都要公開 沒有人要公開 市民市政府的層次 沒有公開 我以前就要公開 你不公開 要怎麼所謂的建築 不要市民檢驗 要感動 就有人感動了 要感動的人就沒有感動了 所以說 第一個 我認為說 他的比例 目前的比例 是 不是不合理 但是 除了什麼 城鄉差距的問題 那像說 以前你看人家說 9A 隔壁 說不一樣啊 南部的任務 跟北部的任務 補白的隔壁 頭合理 要能力去處理那個切割 哪些是合理 沒有一刀切 除了出國 20萬 32萬 切20萬 我覺得這點小的 你們這裡任務都沒有出國 在看東西 因為都出國的切割 後來你感動去切割 後來我出國沒有 說也需要 世界進步 腳步這麼快 你不去看你怎麼知道 但是問題 你是出的是不是 有感動去出門去 你真的在割割的問題 這是後邊的 在割割 感動的問題 現在好 我跟你說了 32萬 32萬 現在是怎樣呢 這幾十六萬 那幾十六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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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制度沒有 有制度啊 出國去買多少 那些公務人員出國一天 默契說 有一個標準題啊 你按照來就好了嘛 比如說 我們要求是他 你要回到那個制度 可以實踐 可以實踐 可行 沒有啊 有人要說 一刀切 16萬 變32萬 切20萬 也是一樣 跟出國一刀倒了 所以我覺得很難 我... 我... 我沒有行程 所以沒有來 真的台北的那些公督問來 我也很想 一問問 學了一問問 他就說 我們在監督議會 或立法院的時候 在砍他的那個 能力的時候 相對 你要知道 他是面對更有權力的行政機關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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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切到剛好 你按摩切一下 應該他的工具 要叫你切掉的 他要感動的 又比較沒靈力 像我剛才說 你感動他越沒靈力的時候 他相對 他不是發脾 不然就是 就是 就是他 看來就... 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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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不是... 去處理他的算命 所以我說 我也要進一步 我跟... 你如果當時的 頭前絕對是民進黨 他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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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 他要住在那裡 又沒... 這也沒差 所以這是一個客觀的事實 以為你這 Dai promote 所以 第二個... 層箱差距 要不要... 怎麼... 第二個... 是項目 這也可以推出哪些項目可以限制哪些可以... 哪一些可以... 有... 人家 Chao 有引操電所在的那些條路的 這個可以來討論 第三個,我說的 我還是基本態度對這個違建 我舉違建這個例子 高雲期四十萬多,四萬是違建 他要死定的說要去老天 去去的討論後,天秤五十八 先去,那是這麼大,二十倍數 七十倍秒就好 先去去的,到時候 建職下來後,我去老天,又去老天 建職這樣說,建職要第一季 導主多大,他看了第二季 他就知道要老家了 導主的人就知道要老家了 要的人,就不是要靠下車說 要一間房子二十、三十年 那是違法的,他也要的 幻想不知道,幻想不知道 不知道,沒人也會生的 我也是建職先給他 後來的人,有一點點說 也是準,那是不可能大的嘛 十倍,要老天,要便宿,要什麼的 不可能,他也準了 那你會想要的,違建 違建呢,到時候來提醒 如果有領域,領兩次就好,算了 沒問題 全國都這樣 我也會說,如果這是一個 大家都認為說合理 那你應該要是怎麼去面對它 怎麼去處理 而不是,要嗎? 都不理,我看 要嘛,全國都聽 就節稿聽 他現在說全國都聽了 聽了,就叫違建人出錢而已 沒有人管事,跟他去執行 我最後任一個制度 好的部分,我怎麼去保留 不好的部分 就是一時一刻都不要保留 難免免倫 像這樣說的 那個公開是 譬如我們看著那個 我差點 說到八個就是,我記得 你一定要處理這樣 找完議員,還是 我不會說大家都想說 不可以說我們要在想 還要拿自己想,還要拿別人想 要議員,不知道要有一個人想的 這個我是說我們建議說 怎麼樣讓這個好的制度 好的那個部分可以留下來 不好的部分 不用辯論 我們講好 能做的我們就直接去處理 我覺得這樣是大家才要往一個好的方向 不然聽到你說,哇,會集團臨到他的順 那如果說,欸,你要選一個人 選一個人,合適 當然要會,說我 說三人,這也要去他 是也要他,到什麼位調 我覺得大家要趕快去建議一個共識 大家能夠往比較比原來的好 把那個很明顯的 違法你說的 要學會學,都有工程的 那要怎麼直接給他處理 我最終的就是 公開啦 他們說了 你如果說公開,我支持 我公開支持 那很多議員拿去搞掉 但是我願意 我會想當 我公開是最第一步 你不在國民化學 你不在那裡判斷 他是合理的 他是不合理的 特別是那幾間的 對 對是都要做什麼東西 我覺得如果說說 說文啊好 還是說南星 鄭老師啊好 各位在座啊好 在我,在裡面的局內人 我想說我在局內人 我也行 我覺得公開是第一步 你後面去 你去找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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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 不可以來討論 先讓他公開 我覺得這是第一 如果能夠做到第一步公開 然後議會也不會 很多議員也沒辦法去阻擋的時候 我覺得這是公開第一步 是你在 你成一步一步一步 看後面在裡面的公開 那如果沒有公開 還回到 要靈更衣 有良心到沒有良心 這樣一刀斥喔 這個社會不會更進步 鄭老師 這是看女眾生長的看 開始 講我的故事 謝謝 因為剛才我提醒一下 等一下再回憶 余醫師他要講的一個重點 就是這樣一個執行 他的品質 第一個他是不是急需 包括你老師說是不是急需 第二個品質 議會如果要自立 你們提出不管有沒有這個簡單 都是其實有建議起來的 議員對自己的建議 到底有多少人會去監督 所以我公開先提拔 沒有 我就有談論來 沒有 我看到是這樣 他就是理由自己提出要求 他的就是自己自立 就是應該要有義務 要去做一個監督 包括監督你們別的議員 的一個 這樣的一個要求 這是一個 如果議會本來就是一個監督 監督單位 他要監督的就是 市政務的執行 好 那你們建議的 其實也是市政務在執行 好 那這個衍生的弊端 如果議員敢自立 或者甚至無言敢去議會提 就是說 我們議會要符合名義 我們要 要求這個我們本身 不管有沒有額度限制 但是我們議員有建議前 我們自己就要先自立 自立就是說我們要求 第一個公開 你看很多議員不都不敢公開喔 為什麼不敢公開 你敢公開 但是還是有很多議員不敢公開 甚至在抵抗公開 甚至我們去拜訪市長 請市政務 他這個公共體質 本來就是要公開我們公協 市政務都要存在議會 什麼啊 對不對 所以可見市政務人怕是議會 所以是不是無言回去 你覺得這個制度可行 你就應該要先議會 就是自己要責任嘛 這是你們不應該提的 結果你們提出來 你們就應該要先自立 去取得市民的信任 議員講到先自己要求公開 然後議員是不是自己去檢視 看這個品質 看這個項目 等等等 議員自己就自我先避霸 那請問一下信任嗎 這是可能啊 胡亦可能這個部分 如果議員都不敢公開 那還敢去要求這些東西嗎 這是一個 這兩點可能是要去思考 我們是讓鄭老師也稍微講 剛才郭議員有說比例的一點 也有說有很多屁端 非常多屁端 這就像我專家園 總共有五十幾萬元的議件 要讓議法在農社 一萬五千幾元 這類 這是 現在說的是歷史公業 這種歷史的歷史公業是非常多 這要一項一項說 我講一個例子 剛才在鄉年三十年前 那時候東華的時代 高雄有一棵土地 那就是在公園 這個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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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用一棵大地的餐廳 這樣做公園 但是到了 道委會變金設計的時候 總共在隔壁 一棵有很多餐廳 但是有很多民間的餐廳 另外那棵是沒有民間的餐廳 都是餐廳 這個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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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民間的餐廳 很多農民就要做公園 這個地方做公園 理由很簡單 因為 那棵原來 道委會 冠儀要去做公園 那棵是沒有一個財團 他們就很穩定 到那棵樓 那棵樓原來農民 住在那裡 有很多家庭 他們要好好賣 他們是金休 我說這個例子 就是說 如果要說 很多行政運作的很多 發行 說不定 現在我剛才很堅持 議員工程配合款 要去刀切 因為 他是一個禮拜的制度 這禮拜的制度 他本上 當然他有好處的地方 基本上他是 八大一禮 碧眼大一禮 這個制度 如果沒有負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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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責 也就是說 對 對 對 他的意思 其實重點是 他會有去做感動的 他說 就是說 這些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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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個現在的金督機制應該是說 一定是相對比較弱 可以引起大家這麼多的懷疑 就是說你建議 他本上 事情會重量 屬性 因為說那個科目 不中 不可以用 還是說 額度 就是說我政府做這項 我禁止去 我比我一萬 我就用了 其實 這朝三暮四 朝四暮三 時鐘幾乎差不多 他有保 他也有保 比我禁止去 你要建議 我本來就 你去立民大會 開里長的匯報 背信 都在說禁止 幾乎里長 都在說建設社會 我當然是 他做很多 做很多的時候 也不一定代表說 一直這樣變了 就是說 比如說我一是要買 建設社會 建議之後 做成議員建議 建設社會 沒有了就沒有了 你就要建議這項 所以說在優先順序上 是沒有 他自己上行政機關的 他有一個內部機制去管控 這個東西 煩熱的就是說 其實還是煩熱的東西 煩熱的東西 沒有買的建議 這也是我煩熱的 建議的東西 不是使用單位需要的 第二個才是所謂的 回闊的問題 這是我們也擔心 也不討厭的 也想要用我們的方式 去回避的問題 我因為說 公開招標這個東西 我們自己用 引領到的 引領到的 有的議員買 車沒變的 都買了 我們都買了 第二個就是說 你是不是實用 這個像你說的 要議員 你覺得議員 你覺得議員 不容易 不是說不容易 公開是他們選的 最擔心的 那我覺得 如果大家來簽公開 我可以跟你聯絡 我沒有 因為這是基本的 我們找到的 其中 不可以有秘密 你自己有秘密 這說不會過 這小的 這小的都不會這麼多 所以說 我是認為說 我到目前為止 你坦白說 要監督 基本上 他有一個制度 我們建議後 他要換包 我們都建議後 我們擦不上手 他發包 他發包之後 使用驗收 也不會換 他過不過 你們也是 之後 輸後 所謂的 主計 事先的檢驗 還有 審計部 事後 決算的審查 盪不盪 他們可以檢驗 理論上 實際上他沒有做 是不是夠精密 當然一定是 對我們講 可能不夠 很多都不夠 他已經大行去看 審計單位 第三個單位 你怎麼違法 你政府的發包都違法 還是說你有違法的問題 是 法律的問題 那現在能夠更積極的做 我認為 就是公開 實際課 那公開完之後 你看看那些人 再發現那些什麼 哪些弊端 還是不能 這樣又沒辦法 那一年後 還這樣 兩年後再這樣 我這樣封閉 我個人 我問你 我問你 我問一下 那個 你說我公開 讓所有的事物來檢視 你也要去檢視更困難 這個 他都自己人 我才知道 市長也開始了 在那裡有違法 在那裡有違法 你都盪不盪 那效用的問題是 自己來看看 先生 一個問題 這個責任 這個責任 責任 責任 總統府的責任 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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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給你 真正 好 那裡 現在那個 公開 那裡 不是民間要求 你像我高度 對不對 還在新聞機 還在打電話 你公開沒有幾個 要建設政府公開 市政府公開 市政府公開要尊重議員 他也不敢說他要公開 現在公開的形勢 事實上 我認為那個是關了 包括他現在公開 一到六月 公開是哪個議員建議 什麼 公開招標 什麼人得標 公開 但是問題是 我們要的公開不只這樣 我覺得 包括他 議員建議是什麼 更詳細的資料 應該都要公開 但是問題是 如果 市政府說 這個要尊重議員 議員 議員不敢公開 你們臉書 想起來 放十幾個 這麼好議員 到現在我看到就是這樣 願意公開的就是幾個而已 不公開怎麼辦 像你說的 你要分辨 自己放一半期 第二個要公開 有幾個 第三個是 你說的 你要用負邊 沒有市民給你去看 他就 沒有要公開 議員 問題就在這裡 沒有要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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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建議是這樣 他本來就不是一個 應該有的制度 因為 我剛才第一個講 就是說 人越多 越來就監督 越來監督 然後他的抵抗性就會越多 他本身的弊端就越多 議員根本沒辦法自立 沒辦法自己要求 既然不符合制度 其實就是應該回歸 最重要就是說 急需要 是什麼 我們要要求45 要報告 你會要求支援 你應該要要求支援 而且有很多管道 就要求45 就是說 這明明的急需要你不要 你不要 我就跟你諮詢 來諮詢 你還不做 你不做 來 沒關係 剛剛那個講 他其實可以跟社團跟民間 甚至說 民間 我們現在這個時代已經不一樣 你議員就說這需要 那個八成 他這個社群現在也說很需要 我不相信 你帶這個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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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會不屈服 我看困難 我是覺得 有啦 有這樣的機制 甚至找社團去 我相信事務都會屈服 現在的重點是說 因為剛才文言講的是 急需嘛 不是那些不需要的嘛 但是我們現在看到的是 目前林老師去檢視的結果 發現不需要的一堆啊 現在要檢視 要檢視看 現在不能用感受 他做過 他做過 他講的 他講的 其實我們 其實也有請他做過 這些項目 比如說圖書什麼 為什麼不能在預算裡面去抵呢 圖書是急需嗎 不是啊 為什麼不能在預算抵呢 有可能一個原因 我的評估可能有一個原因 就是說 起見戶每一次都會自己統三 好 每一個急助單位都是五八十八 先抬 好 結果你教育局的預算 他原來的預算就這麼多 好 統三之後到最後一分配分配 到教育獎給各校 他的額度就很少 能夠應用的額度 八十一搞不好 八十萬搞不好 剩下六十萬 一一買讀書 他就慘了 他以後還要請他要做 他甚至要可以跟 所以他讀書最後就是找誰呢 找家長啊 不然到這個議員 這邊有一千兩百萬嘛 就找議員 好 我現在的邏輯是說 如果說 這個學校所需要的 這麼急需要的東西 不要說急需要 他在預算裡面編列沒辦法 你們議會應該是要去要求 重新邀請以市政府去檢視預算 去檢視預算 去檢視預算就是說 為什麼讓學校 必須要老師 才跟議員料前 而不是回歸到制度上去 老師是這樣 我跟我們這樣討論 對 無限時間的討論 我建議 因為我很驚慨 除了一刀切 就是 保持這個樓 比如這個樓 我以為我 理會現在也有些 理完的品質 不關藍綠 或是說 想要你 你的董 這樣 都有些品質不錯 想說 也有些品質非常不好 也有些品質非常不好 我是說 現在 市長 要做了 移籍這個制度 有 感情分配犯家 我是說 你以為他找些 移籍這個制度 要給他品質不錯 來 待會是變得可以 可以 第二 我說的還是 還有很多 你們的疑問檢驗 我們沒有拚到 或是沒有拚到 大家都可以 提出的討論 還是做法 很具體 不正 聽到今天 的說明 和討論 我沒有公開說明 我願意去推 也不公開 先公開 你看我就看出他 要先討論他有沒有排擠 到底有沒有不當 我怎麼去處理 我們再提出 如果真的是 真的是一個 像你說的 癌症 癌的四方位 病好就病壞了 你大家都 你如果沒有經過處理 你都覺得 跟他化療一樣 化療 搞不好會吸毛 還有其他方式沒有 還有其他方式 如果不行 當然要化療 最後就是給他 如果真的是不行 就像你說一道歉 我也同意 但是我覺得 至少先公開 到這些資訊可以討論 因為要公開 讓他自己反而有自律 比化療更好 因為要有公開 所以他會告訴你 這條人要看 這條人要看 我覺得這個可能 會往好的方向發展 如果不能公開 就會像你說的 你煩惱的事情 我就沒有 我就只要支持你 他沒有 我就懂了 我沒有意思 我是不行 他覺得這部還有 看這次 你講的公開是一個好處才會量 我覺得這個可以 進一間結論 進一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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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時間到這邊 我們就要十二點 我要做最後的結論 第一個 不管要不要廢阻 公開是一定必要 因為就算廢阻 藝影還是有建議權 小工程庫還是要公開 請委員 回去 是不是在議會裡面提案 那麼要求議會自立 就是先 議員不管建議什麼 全部公開 先公開 如果做不到 就不應該去要求這個錢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要限定在急需 對不對 因為議員 建議一定是急需 如果可以事先提議算的 那應該就要事先提議算 回歸制度 那最重要的議員會去做的就是說 有需要 結果是沒有被提到的 那議員看到就反映 結果全都出了 這是重點 所以可能是要限定 要回合到這兩點去 第一個公開 不管你們有沒有廢阻 第二個是議員的治癒是要要求在急需要 那其他的學校什麼等等的需求 這一些可以提議算就去提議算 那如果是議算 就是說學校在提議算的時候 無法滿足 那可能 是不是可以跟議員反映 由議員去要求事務 去調整 不要老是去家長那邊挖錢 也不要老是在 這個議員等待議員這1200萬 而衍生的弊端 這個可能會 可能去杜解說 就像剛才講的 我不需要的圖書 那你要不要 那為什麼他不能夠掌控 那這個問題就會出現 就會出現 我的原則是這樣的 議員基本上不應該是監督 而不應該去抓議算 去抓議算的話 抓緊議算 有這些字眼 人性有時候醜陋 不像好 我也很正樣勁明 那我們都不敢管證 那畢端能夠讓他減少到最低 那可能是議員將來要去思考那個問題 那我們樂觀基層 那再來就是 是不是整理會員 找一些 因為我們私下都有聯絡 不來的 不是 你看 連他自己 他自己是他自己要說要來的 他今天就缺席 缺席要跟他講 他也沒有說 他也沒有說 是他自己要來 我們還在補充資料給他 結果他缺席 他缺席 這個是一個很負負責任的議員 我們在這裡公開講 我們這個是要放到網路上去 但是我們私下有找過一些議員 沒有人要來 這位要來 沒有人要來 所以你如果要公開我告訴你 我真的樂觀基層 我也希望他推動得成 希望他推動得成 我們也在這邊呼一 請市議會 這邊公開是你對市民的一個應有的責任 不要把責任推到市府去 我們也是希望市府公開 以後議員的建議你市府不能執行的原因是什麼 你要跟市民交代 也應該要公開 讓所有市民來檢視 好不好 我們希望整個高文市甚至可以 越往 越透明化 越公開 這樣的一個計势在走 讓大家 對整個市政 包括議會 都可以信任 我們希望我們社會 原來高文市 是一個有信任感的社會 謝謝大家 好 謝謝委員 他基本上 掛那個 好看 你不要建範 我希望在整個議員說 只要議員要公開 我們主動公開 這要拜託人說 都會帶到了 我可以跟它 阿